我們在台灣訪問很多政府官員 我們好像第一次遇到說 你們也會全神錄影 而且全神報在我屋 對 這個三年多來就是我的工作的一個條件 叫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資金式的透明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錄上音我們就會錄音 如果你做文字報導我們也做文字報導 那因為今天您是錄影 所以我們也錄影 那它的用意就是保持一個對稱 為什麼這個對稱 是因為說以前在台灣 沒有這些科技別的工具的時候 一般民眾看得到的東西不對稱嗎 還怎麼樣對稱 對啊因為確實對一般的民眾來講 就是像我叫做數位政委 那其實在此之前 大家對於政委的工作不一定那麼了解 那我常常說數位就是好幾位嘛 不止一位嘛 數百位政委 等於是說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每天工作的方式 那這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像您是調查報導的記者 那這樣的話你的取材會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之前記者所有訪的材料 都可以變成你準備訪問的材料 不會再有所謂的獨家 這種事情啊 至少獨家不會維持很久 那第二個是說 我講過的話我要給出交代 所以之前朋友們有講說 你在幾年幾月幾號 講過這個這個這個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 那這樣的話我就多了很多 就是能夠去就事論事的 去回應的這個方式跟素材 那如果不是全程記錄的話 往往你也知道就是媒體在處理的時候 會一個frame 就是一個框框 那他只把那個框框裡面的呈現出來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沒有呈現出來 就會腦補嘛 那腦補當然很補啦 那但是大概都不是真正的狀況 所以這第二個目的就是 給出交代還原那個脈絡 大概這樣 就這也跟您會之前很重視 逐字稿這個事情也有沒關係 其實是看你的選擇 像我們今天之所以沒有做逐字稿 是因為這次訪問主要是以影音為主 所以我們在意的是說你用什麼格式 我們就用什麼格式 那當然像文字記者 他確實是有逐字稿對他比較方便 那因為他可以重新整理編排等等 但是經過編輯的編排之後 可能上下文就不完全是當時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留著當時 本來完整的這個逐字稿的脈絡 對於還原說我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還是有幫助的 這個是開放政府的概念的一部分 對啊開放政府就是透明嘛 參與然後給出交代 然後能夠多元的涵容 那所謂的這個透明 transparency就是大家能夠看得到的 跟我看得到的是一致的 那所以逐字稿其實是節省大家時間 因為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時間 去看兩小時的影片 或二十小時的影片 那在裡面去找尋相關的段落 但逐字稿就可以做全文檢索啦 那有全文檢索就容易了 他什麼電腦還一直在轉 還是他的座面就是這樣 他正在關機 可能正在安裝一些這個系統的更新 你要是影響到你的電腦 我移過來一點點就好了 沒有 我把它關掉就好 螢幕關掉就好 對 沒問題了 那我還是想跟你請教說 因為我們會很好奇說 你就多了科技多了數位以後 我們的政治多了什麼 明確多了什麼 對啊 剛才已經講到兩個很重要的嘛 第一個就是說在以前 我們在就是給大家看到我們工作的時候 我們往往是要額外的再去安排人 去進行紀錄或進行籌備的工作 來確保說我們這次的會議紀錄有完整的公開 那現在因為有很多的就是機器跟數位科技的幫忙 那甚至是透過像直播這一類的技術 就算你不在現場你也可以參與 所以一方面就是像竹子稿 或者是這樣子的錄影紀錄 它讓時間的這個隔閡變得沒有那麼大 那第二個像直播或者現在5G啊等等的技術 它讓空間的隔閡也變得沒有那麼大 就算是你在不同的時區 你只要有足夠高速的網路 那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討論 或者決策的這個現場 我想這是最主要的 會比較概念的跟您請教說 對您來過你怎麼看政治這樣子 你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有科技以後 再來的字會變得怎麼不一樣 我想所謂眾人之事眾人助之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參與對各位都有好處的事情 那所以在以前可能是少數人才能夠參與 因為溝通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說它就會自然形成一個好像層級式的 就是每一個層級之王 它的上級跟下級去進行溝通 但是現在你反而要限制你的收訓的人的範圍 是比較困難的 你對不特定人直接公開 而且他不一定要回覆 是比較容易的 那這個時候呢 所謂眾人助之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政治 對我來講是主要的定義 你曾經提到說你是一個持守的安納期 因為這個我們很好奇說 你本來可能是一個電腦背景的體制外的人出身 一個嗨客 所謂的嗨客體制 我們也有體制啊 不能說 對 不是公務部門體制外的 怎麼會願意到了政府部門 然後你對於自己到了政府部門以後 自己的定位是怎麼樣的 對啊我的定位就像就是之前您剛剛已經quote的 就是持守 持守的意思是說像台灣這邊有大概二十幾種國家語言 那其實每一種都是不同的文化 包含像我剛剛說 因為網際網路也是有體制 怎麼沒有呢 有IP啊 PCP啊 UDP啊 這些也是體制嘛 那只是說這些文化在此之前 跟這個您剛剛講公務部門的決策的文化中間 可能是有點漢格 就是說以前總是在公務部門這邊要做出決定了 然後再公開給大家看到 比較少說我們完全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就先讓大家知道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請大家來一起就是開門造居 那這些文化在以前 你如果用紙本或者用電話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在公務部門也就不習慣這樣的做事方式 但是因為我們推動這個自由軟體啊 開放圓馬啊等等的這個運動已經很多年了 我們了解到說只要你善用這個工具 那就不是只是好像發送訊息給幾百萬人 而是你可以一次聆聽幾百萬人對你的批評指教 而且甚至這幾百萬人中間可以彼此互相聆聽 很多事情可是感覺好像你並不是去做很多發明很多事情 而是做很多聯繫的工作 或者做很多專案 可以談一下這部分說 其實一個數位政委 待會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對我覺得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把社會部門想到的一個想法 好比像說口罩的存量應該在地圖上面顯示 經濟部門的一些資源好比像說Google 他可以提供一些運算的資源 那以及我們的公部門好比像說我們可以去協調鑰匙 去即時的就是運用我們的健保卡來購買口罩 即時的反映這些數據 那把社會部門經濟部門跟治理部門這三個部門 大家各自最擅長做的事情把它挑出來 然後呢每一方都不需要去勉強做自己不適合做的事情 那這樣加在一起達到共好 這是我主要的工作 什麼叫不要勉強 是之前很多勉強嗎 對啊不要勉強就是好比像說 如果政府做公共服務的時候 就是勉強自己去做到就是百分之百 做到滿分做到這個所謂的無可挑剔 那通常就會去挑一些比較小的事情做 因為比較不會發生風險嘛 那所以其實很多像採購法啊這些的設計 都是為了要去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那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當一個新的情勢出現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程序是非常正當的 但它就比較難很敏捷的去反映出新的形勢 那所以像剛剛講的以社會部門為優先 社會部門為主導的做法 就是社會部門的一個好的想法 已經取得了社會的正當性之後 政府只是全力去支持它 絕對不去阻擋它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需要勉強自己 去做到這個面面俱到 或做到完美做到一百分 而是靠這個所謂你行你來的 這樣子一種態度 就是說社會上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做的哪兒不好的話 那我們就開放出來嘛 大家都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好比像說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做成就是視障啊 或者聽障人士 比較方便使用的介面等等 這些事情都不一定要政府 自己透過採購或招標做 都可以讓民間感興趣的朋友們 一起來投入 那你覺得這幾年 你工作這幾年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是人的問題比較大 還是 心態的問題比較大 還是事情本身比較難 沒有任何挑戰 非常的順利 因為我對我們香港來說 有幾個看到台灣 你們幾個有做的東西 很有興趣的 包括說一個是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這個 提點 對 那我們好奇說這個 怎麼會有這個發想 也包括說 五千人到底是一個 多得數百少的數目 對於政府官員來說 這五千人可能代表什麼 對我們當時訂五千人 事實上是用我們的人口比例 然後去看世界上其他的平台 好比像說WeThePeople 或英國等等 其實也都有這種 所謂的就是電子請願的 這種平台 那所以我們當時就是 參考那個趴數 然後乘上我們的人口數 那目前運作下來 也還算蠻不錯 所以大概也 短期之內可能不會調整 這個門檻了 那它所代表的其實就是 至少有五千個民眾 想要政府對於某件事情 給出交代 就是這麼簡單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看到說 他的參與者非常的廣泛 就是已經不重複的參加者 已經早就超過了一千萬人 意思就是大概有超過一半的 台灣的民眾至少有在上面看過 那或聯署過一個提案 那這樣子的意思也就是說 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 這種參與的政策方式 就不是每四年或每兩年一次 透過就是投票或者公投的方式 在決定性職的這邊來參與 而是他可以在設定議程的 就是我們叫做discovery 就是發現社會上面有哪一些 就是湧現的新的事情的 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就是聯署然後提案 那這個聯署提案 他讓部會的首長給出交代的程度 就差不多跟這個一個 立法委員召集跟聯署通過 就是一個決議啊 或者是要求官員說明啊 是差不多的 所以一個從下額上的一個 是補充一個民主制度的一個方法 其實這個是叫做群眾外包嘛 crossourcing 那這個群眾外包也沒有下跟上之分 因為他們參加的時候是以一個公民 而不是一個公務員的這個角色 所以本來也就不需要聽誰的指揮命令 那如果沒有指揮命令 自然也沒有上級跟下級之分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用 右下而上這個字的 它比較是一種協作 就是協同合作這樣子一種關係 那參與的朋友們有些很活躍的 可能才15歲16歲 也就是說他甚至還沒有投票權的情況下 就可以先在這邊去讓大家看到 這個年輕的一代 希望台灣往哪個方向繼續去演化 那這樣子的話也可以提早的 讓他們習慣到說 我在想到一個新的主義的時候 我就影響了國家的政策 這個是所謂的empowerment 就是說去培養他們的力量 增幅他們想要參與公共治理的一個願望 這次台灣的防疫成果受到很多肯定 那我們也看到說台灣有些 比如口罩地圖這些 也有很多用網路 用數位的工具來幫我們去做防疫 那我好奇緊張說 你在規劃這些想法的時候 然後是有什麼樣的一個 理念在裡面 我說有什麼原則 比如說是效率比較重要嗎 方便比較重要 還是公平比較重要 還是其他的 這不是我規劃的 我沒有規劃任何東西 我就是去 剛剛講的把不同部門的創新 試著去聯絡起來 找到他們希望的資源而已 那你說真的有什麼價值嗎 可能就是fast, fair, fun 就是說它的反應速度要快 那它確實要保持公平 然後以及在過程裡面 讓所有參加的人都感覺到樂趣 大概這三個 所以都談一點公平嗎 公平的部分 好比像說像口罩地圖 為什麼一開始它是 透過大家在藥局來排隊 而不是說在便利商店 透過健保卡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說 藥師當時本來就有這個 就是衛生教育的這樣子一種職能 那所以大家一開始就是 怎麼樣正確的佩戴口罩 口罩如果不搭配肥皂 或酒精洗手的話是沒有用的 等等的這些知識 那一開始是讓藥師 就一個專業者的角色 去提供民眾這樣子的服務跟諮詢 那另外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說 我們如果是用行動支付啊 或者用一些新的機器啊等等 它雖然看起來很有效率 但事實上習慣使用這些的民眾 可能是不到一半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這個防疫出現破口 等於是說口罩的普遍率 它就沒有辦法覆蓋到 七成八成甚至九成的民眾 所以一開始才採取了這樣子一個 就是看起來比較花時間的排隊的方法 那等到我們發現說 OK在某些地方確實是有些朋友 一下班之後要是也下班了 他真的沒有辦法去排隊 那專門針對這些朋友 那我們再去設計24小時的 超商預訂取貨的方式 為什麼那時候那個預購制是採用抽籤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以前看到的 沒有我們事實上沒有抽籤 事實上因為預購的時候來的人數 沒有超過我們的庫存量 所以最後是沒有抽籤的 但是如果超過的話 那必定就會有些人先拿到 有些人後拿到 怎麼樣子去確保它的公平性呢 就是公開抽籤 所以你們在想這些方法的時候 其實想的有很多的面向 也不只是效率這個唯一的面向 我沒有在講效率其實 我從頭到尾在講的是說 大家所提出來的想法 它要能夠很快的被具體回應 但是並不是說這件方案 執行起來本身的效率 我在講的是 參采大家的不同創新的意見的速度 那這個跟所謂的效率 是不太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效率 你看你要量什麼東西 而量測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權力傳統上面 像制定KPI等等 大概都是在政府官員的手上 那但是現在呢 我們等於KPI是由群眾來外包 也就是說 如果民間的朋友 覺得什麼部分重要 那他只要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我們馬上就採納 好比像說小男生說 他不想戴粉紅口罩 然後我們指揮官就戴上了粉紅口罩 而且說粉紅包是他 就是最認同的什麼卡通人物 什麼之類 那這樣子當然就把口罩的普遍率 又再一步的增加了 那這些當然都不是說 公部門最懂 而是說我們是按照民間的這個創新 跟反應 任何人拿起電話打1922 就可以很快的進入決策程序 而不是我們去說 怎麼樣派送口罩可以最省時間 那個當然也有 但是最主要的重點 還是把民間的創新納入進來 像那個 因為好像那個口罩地圖 就一開始也不是你所發明的 不是啊 有人跟你提到這個系統 也沒有跟我提到 都沒有 那是怎麼樣的過程讓你去 我就一個使用者而已啊 就是有一個叫吳展偉的一個台南人 那他當時是在超商 就是拍送口罩的那個階段 就已經寫了這樣子一個地圖 去讓他的親朋好友能夠去回報說 哪些超商會藥妝店還有口罩 哪些沒有口罩 那但是呢 因為新聞記者的報導 所以等於是一下子全國都在使用 所以他那個網站其實只撐了大概兩天左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也是其中一個使用者而已 那所以這位吳展偉 我從來沒有見過面 那他就在Gillian V 就是臨時政府的聊天室裡面 去徵求大家的意見說 看他怎麼樣撐住更大的流量 那所以 因為我也有在那個聊天室裡面嘛 所以我就理解到說 他是很願意開放一起協作的朋友 他並不是說好像他要拿一個標案 把其他人都排除掉 而是說他很願意這家一起開門造局 就不只他的地圖 像江明宗的地圖啊 或者機管家 那是HTC所DeepQ所推出來的一個對話機器人等等 這些都是當時很早期就投入開發的朋友 所以我唯一做的事情 只是把這個使用介面拿給我們行政院院長 然後呢他一看就瞭解到說這個很有幫助 然後我就說那我們就全力來支持這些朋友們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你覺得說一個政府要把民間的智慧 納進來去使用去推廣的一個關鍵可能是什麼 就是不要有面子問題吧 怎麼說 就是這個在英文叫做NIH not invented here 就是說如果面子問題 意思好像如果不是我發明的的話 我就不想採用 那如果沒有面子問題 就是說即使它不是我發明的 我也很願意採用 那後面這個 所以開門造局的這個精神 就是我們能夠納入那麼多民間意見 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想法 那好比像說像2017年的時候 在報稅的時候就有另外一位設計師 叫做卓智元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也是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中央平台上提出一個聯署 那很多底下留言的人都是說 真的非常難用啊等等 那當然就是其實那個軟體並沒有修改 只是因為這個Mac的介面越來越好用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介面的要求水漲船高 那所以呢這個我們就說 那你行你來啊 後來卓智元就帶領的很多別的 就是給我們批評指教的朋友 實際來財政部資訊中心 大家一起去創造 隔年的2018年的報稅系統 那個報稅系統就非常多人 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覺得很好用 那個系統再稍微經過修改 其實就是我們後來 預購口罩到超商的那一套系統 最近台灣開始大家在台灣三倍 被捐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反而注意到說 其中一個是包括弱勢族群方面 我們會先會給他一千塊 是啊 然後再讓他去購買 好像也有一些考量在裡面 是啊 那這個也是一個公平性嘛 就是說如果他有銀行帳戶 他本來就有在領一些弱勢的救濟金等等 那如果是我們給他一千塊 然後讓他自己決定說 他要去購買紙本券 或者是說他要去這個用數位綁定 那等於是說我們不會預設 他一定用紙本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他在 即使他去超商預購 那也不會出現說 他前面後面的人都需要付一千塊 但是他就不用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 就是不想要讓他標籤化嗎 就是不希望他旁邊排隊的人 覺得說這個人就是弱勢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付一千塊 就拿到了三千塊錢的三倍券 那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就是主要 讓他不會有一種 我去領三倍券 好像會被我旁邊的人指指點點 辨認身份 那這個也是對於隱私的一個保護 網際網路改變了人的生活 可是我們也看到說 有些人會認為說 網際網路可以促進社會的對話 可是我們好像也看到 那方面是可能有民粹 可能有仇恨言論 可能有敵對的一個問題出現 不曉得是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事情 尤其是你從一個政府角度來說 到底應該怎麼去看網路上面的比例 我覺得網路上面最主要的 還是那個互動空間的規劃 就是說如果你的互動空間的主要目的 是把你的使用者留在這個平台上面 而且不斷的用一些比較干擾性的一些訊息 去調動他的情緒 然後讓他衝動的去購買你的廣告商的產品 那這樣子就主要是為廣告商服務 而其實並不是為用戶服務 那如果是以使用者的利益為主的話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願意去了解到說 在這個地方大部分的其他民眾 跟我的共同想法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說 就是最激烈的幾個衝突點是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的互動空間設計成 大家比較容易各自像拼拼圖一樣 加入自己的論點 而不是去向對方做人身攻擊的話 像我們Join平台就是設計成這樣 你發起一個連署的時候 你可能有支持的意見 你可能有反對的意見 那這兩邊的意見 你只能upvote and downvote 就是說把它就是推文或者這個虛文 就是把它就是打加一分跟減一分 但是呢 你沒有辦法彼此互相回復 那意思就是說 即使你看到一個很 你不同意的論點 你也必須要在腦裡 能夠放得下這個論點 然後在他的對面提出一個更好的論點 你不能就去對這個po的人 進行人身攻擊 因為你並沒有一個回覆的按鈕可以按 那這個就跟其他別的平台有相當大的不同 其實這個平台是政府 就是你們設計的嗎 可是我談的包括說 可能不是你們設計的 是一個網路世界 它可能也很充滿很多言論 有些可能是在對話的 可是也很多是仇恨對立的 可能很多酸民 可能很多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你們怎麼去看待這樣 不過只有在我們這些平台才有拘束力 所以他當然在別的平台可以去這個 有各種不同的言論 反正言論自由 那但是當你要討論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有一個 上海致敬的一個政策 它的討論網址在 polis.gov.tw-ocean 那你只要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進入一個沒有回覆按鈕 可以按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很明確的說 各部會都會出來 去把大家做有共識的部分 進行回應等等 因為我們之前向山致敬 已經做過同樣的這個對話 那但是呢大家在別的平台上面怎麼吵 那是一回事 但是只有在這邊能夠達到共識的 才會進入我們 就是公共決策的一個議程 而且我們會直播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真的這個有議程設定的權利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挑選 我們自己所偏好的溝通空間 那加曼就會學到是說 你在別的地方 也許你可以就是發動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 這都很好 但是要跟政府對話的話 大家還是到一個比較就事論事的一個空間 那你自己會常去上網去看 一般的民眾怎麼去看政府做的事情 包括批評政府嗎 當然會啊 那大概就是主要是我幫忙 就是處理的一些政策 我會用我的名字也好 那個政策的名字向三倍券 當作關鍵字去看 所有人在提到這個關鍵字的時候是怎麼說的 那遇到被罵的 或者說一些敵對的 就邀請他來團隊啊 怎麼邀請他 就說你的這個建議很好 我們要不要見個面討論一下 打個電話討論一下 好比像說有朋友說 那你這個數位券的部分 好比像說移工 就是來台灣這個工作的一些外國朋友 就領不到啊 那除非他有這個跟就是我們國民結婚嘛 那所以這些朋友怎麼辦呢 那他就說那是不是有可能捐出去 那可是數位券的綁定規則 又不像紙本一樣 你可以直接寄給那個公益團體 我們數位券的規則是你綁定之後刷三千塊之後 你到ATM就是提款機去領兩千塊回來 那這個時候其實沒有任何一端 是能夠到這些公益的組織嘛 那所以我就覺得他這個批評非常有道理 後來我也有跟提出批評的朋友當面討論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決定說你刷三千塊之前 可以先說我要透過一個捐贈嘛 把我回饋的兩千塊不是從ATM領出來 而是直接匯到那個公益團體去 那包含像我自己也是會捐到 就是四十分之一的移工教育的一個文教協會 就是說讓所有來台灣的移工都可以 有一些免費的半工半讀的一些資源 那這樣他們回去他們的母國之後 就可以創業啊 就可以去經營更多更好的生活 那像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由本來看不太慣 我們的這些設計的朋友們 具體的提出來之後 那不但是我參賽了把它寫成一個功能 而且我自己也搶先的來使用 所以不只是把批評留在批評 對就是不是說會炒的有糖吃了 而是說會炒的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也就是從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那另外一個是想跟你請教說 台灣有遇到很多所謂的不實言論的一些問題 那從政府角度裡面是怎麼去對應這樣的一個 這些事情上面的一些攻擊 這就是幽默嘛 我們是透過所謂humor over rumor的方式來處理 那好比像說在之前疫情就是比較緊張的時候 就有一個謠言 他是說 因為我們口罩每天本來不到200萬片 後來增產到每天2000萬片 那有個謠言說 口罩的原料跟衛生紙一樣 所以很快就沒有衛生紙可以買了 大家都跑去恐慌的購買 那這個時候 然後這個我們的蘇智昌院長 他就運用了這個幽默辟謠的這個能力 然後就推出了這樣子一粒梗圖 叫做這個我們只有一粒卡層 那他就是說不管你再怎麼會臀 我們都只有一粒卡層 那卡層就是我們這邊所謂的就是臀部 那所以我們因為在這個現代漢語裡面 臀跟臀是就是同樣的音 所以這是很有梗很好笑 我看你也笑了 所以你只要笑了之後 其實你在腦裡就把這個東西跟有趣連結起來 連結起來之後 別人再傳一些這個衛生紙快要賣完 這個很憤怒的言論 你就憤怒不起來 因為你已經看到這個梗圖裡面有講說 這個衛生紙的原料是南美來的 那口罩原料是在地的 所以其實原料不同 那當然不會有增產這個 就剝奪那個產量的問題 那所以大概兩三天之後 其實衛生紙就不再有人去恐慌性的購買 那對於境外的不食言論的一些攻擊 是那其實對於境外的不食言論 我們並沒有特別去區分它是境外還是境內的 我們就是所謂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說我們提醒大家說 現在有這樣子的不食訊息 而且看起來是有益的在台灣流傳 不過這個你笑一笑就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不是這樣子 所以幽默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是啦 因為在網路上面大概能夠感染力特別大的情緒 一個就是憤怒嘛 你按憤怒的那個圖示 別人就會感到憤怒 那一憤怒之後他就會分享 那他的兒子是比較大一定大過一 那但是呢 如果覺得很好笑或者很可愛 那或者像就是總之很有趣啦 就是fun的這個部分 好比像說我們的衛福部的發言的總裁啊 是一隻柴犬啊 那他的這些都很可愛 那他的兒子是比憤怒還要高 而且你看到這個之後你就不會感到憤怒 所以他是也有一個就是vaccination 有一個疫苗的一個作用 我想請請教說另外一個是教育的問題啊 因為現在大家每個地方都在談資訊教育 那憤怒的講到來看 資訊教育的重點是什麼 關鍵是什麼 學很多城市學很多工具 脈怎麼樣 我想最主要的重點是一個素養吧 就是我們以前是常說數位的試讀嘛 媒體的試讀 或者資料的試讀 那試讀在英文叫做literacy literacy的意思是你主要是看媒體的人嘛 那但是我們現在在去年開始 我們把國民教育裡面的試讀是換成了素養 素養就是competence competence就是你是製作媒體的人 製作新聞的人 製作資料的人 或者是製作其他數位的這個創造性的工具的朋友 那這些意思就是說我們理解到說現在的小孩 他的可能instagram 或其他的上面的觀看的人 那說不定比我們還要多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他不是只是好像單向的說 他看電視來判斷電視的這個講法有沒有問題等等 而是他自己就相當於記者相當於製作人 那他也有很大的受眾 所以重點是說他製作的時候 有沒有在腦裡理解到說 你要查證你的消息來源 你要做一定的平衡 你要理解到你有frame effect 就是有框定的效應 毛定的效應等等 那這些部分就是從甚至小學一年級 就把他們當作製作人一樣的來做 那這樣子的話他有一些訊息想要傳達給他的親朋好友 或他的就是其他有共同理念的朋友知道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去學習恰當的數位工具來使用 所以還是以互動達到共同的價值 所謂共好來當作最主要的這個目的 而不是說好像機械性的說 你就是背得起多少個關鍵字 不是這樣的 我們比較有感受就覺得 好像在用科技的部分 好像不同年紀的人有一些落差 你怎麼去看這個落差 就可能你會擔心說 或者我們會擔心說這個落差會越來越大 就是用網路的人跟不用網路的人 那個落差越大 不過他就是不同的偏好吧 就是大家都用網路 可是習慣的做法不一樣 那很多比較長一輩的朋友 他習慣這個視訊或者是VR 那因為他這樣覺得最自然 就是跟面對面比較像 那像我這一輩的就比較多用鍵盤了 但是比我在年輕的鍵盤也很少用了 都是直接滑螢幕也不會用這支筆 那之類的 所以就每一代的工具不同 那但是工具不同 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本來我們在數位的時代 就可以彼此互相轉譯嘛 現在如果你偏好這個面對面講話 我們這個錄影起來之後 它整理成文字也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那又或者像說 如果你是習慣 透過這個心智圖畫圖等等方式溝通 透過筆記辨識等等 把這個再整理成 其他人可以看的別的模態 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想pluralism 就是說多元性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我們強迫哪一個世代 去適應其他世代的科技的用法 而是我們透過通用的設計 去確保說任何世代任何人 他可能是視障者聽障者 不同世代的視障者聽障者 一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確保 我們的科技能夠符合到 這些人的使用 而不是要求這些人 去配合我們大部分人 使用的科技的方式 所以科技使用 是一個人權的意思嗎 對啦 就是主要還是dignity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科技的時候 主要是這個人性的尊嚴嘛 不管是你在什麼狀態下 這個人性的尊嚴是保持住的 有一個跟您比較個人的問題 想跟你請教 你作為台灣首個跨性別的周圍 你的性別認同 經常受到外界的關注 我們好奇說 你怎麼去看待性別這個東西 也包括說這個性別的認同 對於你看事情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對大家知道 我在人事資料表上面 性別來是填無嘛 那如果你去我的維基百科頁面的話 乾脆沒有性別這個欄位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我在腦裡面並沒有這個區別 我並沒有覺得說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 跟我不一樣 而是說因為我經過兩次 不同的青春期 我可以去多多少少體會到 各種各樣不同的人的狀態 那我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 好比想要你在網路上面 去介入emoji 那就是一些表情符號 在以前大部分的表情符號 尤其是職業相關的 大概都是以男性 作為主要的那個圖示 你要特別去選擇 才能夠把它變成女性 但是在最近幾年我們也看到 絕大部分的平台 至少Android跟iOS 都已經變成說 它是沒有性別的區分 你去見入一個人臉 或者是一個職業符號的時候 它是看不出性別 是無性別的 你如果要它是男性 或女性的長相 兩個你都要特別的再去選擇 那這個就是 我所剛剛講的就是 Transculturalism 就是它在跨文化的語境之下 不去強分二元的性別 那當然你如果要強調性別 你還是可以強調 但是它不會變成 好像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一個最主要的區分 因為這個區分是一個 很霸道的事情嗎 不是我的意思只是說 當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性別不是這裡面 最主要的因素的話 那我們把性別納入進來 其實是有一點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我們在討論 好比像是一個全民的政策 你說至少要三分之一的人 是某個性別 所謂的保障名額 這個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是一個委員會 集體的決策 但是如果好比像說 你只是要進來做一個訪客登記 那我們要確保說 如果有這個社區傳染的話 要聯絡的到你 那這個時候 當然你留下 聯絡到你的手機 或者E-mail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你的性別 到底是什麼 似乎完全不重要 因為我們看不出來說 你的性別 跟就是你會不會染上肺炎 或會不會傳播肺炎 有任何關係 那這個時候 強迫你去填性別 其實是浪費你的時間 而且也是浪費大家認知的頻寬 所以做一個政務員期 這個性別根本就不是一個議題 是啦 對我來講並不是一個議題 其實我們在2016年 你剛就任的時候 我有在那個Wise Lake上面 有提問 對 有跟你提到說 你對於台灣的願景是什麼 是啦 當你想到台灣的時候 你怎麼想像它 對啊 我就是說不斷向上仰望星空 可以多談一點點 這句話的意涵嗎 是啦 我們知道說 玉山每年它身高個 大概三公分左右 那原因就是說 一邊是歐亞路板塊 一邊是菲律賓海的板塊嘛 那經過不斷的碰撞 我們每年都會有很多地震 那地震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防震結構要好 那不是只是建築上面的 而是說我們心理上面的 就是大家要 就是所謂同舟一命 就好像在同一艘船上面 那其實地球 也就是一艘太空船了 所以本來就是 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 除了這種同舟一命的感覺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一個更高的 一個觀點來看這個世界 也就是說在台灣 光是您剛剛講到的 這個隱私啊 效率啊 或者是這個 對經濟的注重 對環境的注重 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注重等等 都有各種不同的學派 各種不同的朋友 而且他們很 大家都很passionate 就是說都好像板塊碰撞一樣 很願意的去 就是大聲的說出自己的想法 畢竟言論自由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是只要我們能夠去承受住這樣子的碰撞 好比像說覺得說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不應該受到性別的拘束 那或者是說 沒有啊 姻親這個是家族跟家族的事情 那家族跟家族的稱謂 那就非常有學問了 那我們這兩個不同的世代 而且是不同的對婚姻的想像 就有激烈的碰撞了 就在我揪人的那個時候 那激烈碰撞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是我們通過了亞洲的第一個成文法 叫做結婚不結姻 就是說如果兩個人性別相同的話 他們在結婚的這個權利跟義務上面 跟異性婚沒有兩樣 但是呢 對於很多長一輩的朋友 他還記得2007年以前是儀式婚 其實是家族跟家族結婚 姻親的部分完全不受這個法律的連結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兼顧到了兩個價值 因為這兩個畢竟還是有共同價值嘛 就是認為說這個永久共同生活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出來這個結婚不結姻的這個創新 就沒有犧牲掉任何一邊 而且推出之後到現在一年多 這個支持率已經再增長了百分之十幾 所以這就表說 這是我們可以輸出的模式 所謂台灣model 那在其他東亞的這個 對結婚跟結姻 確實也有不同的想法的朋友們 就可以參考我們的模式 去進一步的推動平權 所以其實我們不需要害怕碰撞 對啊 只要那個防震結構做得好 那就是不斷向上仰望星空 那防震結構是什麼意思 就是心理上面 就是你能夠去在心裡面裝得下 跟你立場不同的人的想法 你不一定要認同他 但是你要裝得下他的想法 不是去否定掉他 那裝下之後呢 再去找出有沒有共同的價值 如果有共同價值的話 有沒有一些創新 像結婚不結姻 能夠照顧到這個共同的價值 但是卻不犧牲任何一邊 你對於台灣的未來是非常樂觀的 對於整個地球的未來都是很樂觀的 謝謝 因為我已經超過時間了 沒問題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個日本的 我們就先到這邊 謝謝